哈囉大家好 這邊是Sutton Landing Turkish Coffee 我是Steven 那很高興今天來就是 繼續拍攝第三支的硬派90秒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的是一個 Torci Cafe 它的一個萃煮的熱源的一個由來這樣子 那大家可能就會看到說 Torci Cafe是用沙子裡面擦進去 然後這個壺就有點像是無底洞一樣 它這樣子就慢慢的冒出了東西來 那倒出來之後再擦進去 它又再冒出來 這樣永遠都會一直有東西冒出來這樣子 那實際上呢 它就只是一個煮沸 然後讓它滾起來 然後就可以倒出來的一個效果 那為什麼一擦進去再倒 再擦進去又可以再倒呢 在第一集還第二集忘記了 對 跟大家所講到的就是說 它其實為了要讓它能夠煮得比較焦香濃郁 所以呢 它會傾向你擦下去 它第一次冒起來的時候 第一次煮沸的時候 先把它倒大概三分之一出來 再擦下去 再讓它再滾 不是 再倒三分之一出來 再擦下去 再讓它滾飛 再完全倒出來 是採用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對 那所以重點就變成說 你底下的熱源火源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呢 那大家可能常常看到用沙子在煮咖啡這件事情 就以為說拖一集咖啡 它就是用沙子煮 然後 它就只能用沙子煮這件事情 那實際上不是 實際上我們可以想像一件事情喔 沙子自己會發熱嗎 沙子自己不會發熱 所以最早煮咖啡會用沙子煮嗎 肯定不會是嗎 那一定也是用碳 或者是一般的火源對不對 那後來漸漸的 當然OK 當然這裡部分有人會有懷疑說 可是那不是說在沙漠底下很熱的時候 然後沙子都可以煮雞蛋嗎對不對 那OK那你想像一個畫面 在你在熱的要命的一個沙漠裡面 沙子都可以煮雞蛋的熱的要命的沙漠裡面 你會在那邊煮熱咖啡喝嗎 不會嘛對不對 所以在那種環境下 不可能會產生喝熱咖啡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在邏輯上實際上也是不通的 那所以到底為什麼 什麼時候開始用沙子煮咖啡這件事情呢 那有一個說法是說從埃及那邊開始的 那埃及有很多沙 所以埃及有沙漠 所以從埃及那邊開始開始發展出 用沙子來維持熱源來煮咖啡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有一點邏輯在的喔這樣子 OK那所以除了沙子作為一個 一個導熱的一個介質以外 那它底下可能是用碳 可能是用像現在一般人家裡面 用這個瓦斯爐在煮對不對 實際上只要是任何的家熱源 都可以來煮土耳其咖啡 那一般人的一個家庭裡面的瓦斯爐 有分大口徑跟小口徑 那可能還是要看說 像我們知道土耳其 或是歐洲一般他們的廚房的這個瓦斯爐 都會有最中間一個小火 它那個小火的一個火源的一個狀態呢 跟這樣子的一個有點像 它是正中間的 這樣子往上的 而不是說一個環形 然後從邊邊的 所以就變成說 以這樣子一個弧來講呢 它實際上正中間這樣往上的一個火源是平均的 它這樣這個火源是平均的 那如果說是像 如果說是一個像這樣子一個環形的一個火源 這樣子的時候 就會稍微比較不均勻這樣子 它可能只能燒到的外圍 或是它只能燒到你的手這樣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 我們在挑選 脆煮器材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選擇 包括說你的火源 包括說你的壺的一個大小 那壺的大小 傳統上也跟杯子的一個大小 有一些關聯性 那在下一集 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跟說明這個部分喔 所以土耳其咖啡 它應該不是只用沙子組 它可以用碳組 可以用任何的明火 或是加熱設備組 所以 所以我們說原 傳統在這個歐洲建民咖啡協會 他們把這個 土耳其咖啡的這個賽事 也稱之為 JESVE & IBRIC Championship 如我們所知 土耳其湖的土耳其語 叫做JESVE 那IBRIC 它實際上是美國後來 對它的一個稱呼法 那希臘語的話就叫做BREAKY OK 那有任何語言專家 大家都可以來跟我們進行 這個部分的一個修正跟討論喔 對 因為之前被糾正部分是有點尷尬 好 OK 那不免俗了 今天我們來進行一個 土耳其小食物的一個介紹 這個叫做BREAK BREAK 它就是一種捲餅 對 那我們這個 非常引以自豪的這個捲餅呢 我們這個做法是用像 酥皮這種很薄的這個麵皮 然後去把它包裹 應該是牛肉或是雞肉或是起司 那重點都是瘦肉 對 而且都是要經過哈哈清真正正的這樣子 那 把它包裹起來之後 然後 裡面的鹽度跟那個油度 我們都調整過不會太鹽不會太油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用很棒的香料去呈現它 所以 很喜歡香料的 喜歡土耳其的 感受的 食物感受的 歡迎可以來嘗嘗我們的BREAK捲餅 有牛肉雞肉還有起司三種口味喔 好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硬派90秒 我們下次見